請人進來啦 親節的感覺 欸這臭馬上下雨很大咧 OK 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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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新加坡的学员好 中国的学员大家好 那么两个星期又到了时间过得非常快 那么现在 大家好 新加坡的学员好 中国的学员大家好 那么 等一下 老师把这个声音给关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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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星期到了时间过了 好 好 好 非常快 那么 现在 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大家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讲今天的这个主题 那么今天的这个主题呢,老师要讲的是七轮磁场的这个生命学 那么这个来讲呢,就是老师上两个学堂已经讲过 人本身除了这个肉体以外呢,本身的磁场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七轮 那么很少人了解这个七轮是什么 那么我们的磁场是什么 所以今天的课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 那么呢,在我们从哪里呢,看出我们的磁场好不好 那么大家觉得是从哪里看到我们的磁场好不好 大家晓不晓得 有很多的方法看磁场好不好 第一个呢,是看我们的脸色 那么我们的脸色的磁场好不好呢 是从我们的脸色可以看得出来 看哪里发红,哪里是暗淡,哪里是发黑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例如说,老师每次讲过了 在一天当中呢 你要看你的磁场好不好 是几时可以看到你磁场好不好 就是你早上的时候 早上的时候呢,还没有洗脸 还没有刷牙之前 你看看照到镜子 那个是你是最真实的脸 那么你要看你今天的磁场好不好呢 你懂五官里面的气色要看哪里吗 哪一个学员知道 那个呢,就要看哪里 那个就要看我们的这个天心 这里叫做眉心轮 这个叫做天心 如果这个也叫做印堂 每次古人有讲过一句话 印堂发黑的时候是走不好的运程 对不对 所以这个印堂这里呢 一定要保持非常非常的亮 所以很多人讲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发型 发型的头发呢 不要盖住这印堂 很多人的讲法是怎么讲 那么再来讲呢 其中一个呢是看脸色 脸色本身呢 可以看出我们本身的磁场 那么今天老师就跟大家举一个例 就是在这里 印堂这边呢 是看我们的这个整天的运程好不好啊 这个月的运程好不好呢 全部是看这里 那么第二个呢是看哪里 看能力你是会破财的像 例如说 这个广东的学员们就讲 某丁丁啊 某丁丁 对不对 莫名其妙的花钱 忽然之间财会破 存的钱不能守住 那个你要看哪里的这个 你的这个磁场 要看哪里的这个脸色的这个颜色 那个你就要得看鼻子 那个得看鼻子 为什么呢 如果你照镜子的时候 你鼻子发红的时候 就是要破财的时候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呢 很少人也会这样公开的讲吧 那么老师就给大家很基本的 基本的尝试 所以每天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磁场怎么看好还是不好 第一个呢 是看我们的这个天心 一定要亮 一定要亮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要看我们的鼻子 如果鼻子会发红的话 就是代表今天会破财 或这个这一个礼拜之内呢 也会花很多的钱 就是鼻子发红的时候 所以呢 喝酒的时候 对不对 以前的拍戏都喝酒的时候 都会化这个鼻子会红红的 为什么呢 你喝酗酒的时候呢 你一定会花很多的愿望钱 那么你喝酒 当然的脸不但红 鼻子也会红 那么鼻子红本身呢 就是代表本身会发解 这个是从这个脸色 去看我们的磁场 好不好 那么呢 我们本身呢 再回顾一下 我们本身有几个身 有几个体 有三个 一个就是身体 一个是生命体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灵体 那么今天要讲的 最重要的讲的是哪一个 今天最重要的讲的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体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生命体 为什么呢 生命体本身是我们的磁场 我们的磁场是看不到的 除非我们修得很高 有天眼以外 不然是看不到这个磁场 不过它是存在的 它是存在 所以这个影响力是非常的大 那么老师讲过了 什么东西影响我们的磁场 就是我们身上的味道 那么什么影响我们身上的味道 有三大点 影响我们身上的味道 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我们人的正或者负能量 是由我们的意念所产生 所以第一个呢 老师上次第一堂课有讲过 我们想要想好 说要说好 做要做好 为什么 第一个呢 如果我们的意念不好的话 我们会产生不好的一个波 那么这个波呢 也会影响我们的磁场 所以我们的意念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呢 我们心的感受 心非常的重要 当后老师也会深入的讲这个心 那么这个心 如果我们的心每天是非常的 非常的怎么讲 不开心 非常的忧愁的话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的所发出来的磁场 也非常非常的不好 再来呢 通过我们的身体的动作 动态 我们的嘴巴 用我们的这个口去说 在用我们的意去想呢 这三大的身口意来讲呢 会影响我们整个的磁场 就是说简单来讲 我们所想的这个波 我们所讲的这个波 我们心所想的这个波 会产生我们身上的一个磁场 那么这个磁场还没产生之前 我们的所想的所说的所感觉的 会产生身上的味道 这个味道会把它转成我们身上的这个磁场 所以这个给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要有好的磁场 最重要是什么 两个字 就是要平衡 要平衡什么呢 要平衡我们的三个体 身体 身体就是要运动啊 不要乱吃啊 那么不要偏于什么食物啊 身体要照顾好 一定要运动 例如瑜伽也好 运动也好都行 那么生命体来讲 就是本身的心态要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那么灵体来讲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宗教信仰的话 就是我们的祷告啊 我们的修为啊 我们的修行 就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灵体 所以我们的身体 生命体跟灵体呢 这三个呢 一定要非常的保持平衡的状态 我们的磁场呢 就非常非常的棒了 那么大家知不知道 在这个中医里面 所讲的穴道 所讲的这个气脉 老师也讲过 是看不到的 那个是属于这个生命体当中 那么在古印度的五千年的文化 你知道大家知道吗 我们身上有多少个这个气脉 连接我们的全身 跟五脏六腑 大家知道有多少个气脉吗 一共有多少个 七万两千 七万两千的这个脉 导致我们的身体 跟神经上的健康 还是不健康 所以这个呢 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 所以以后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我们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 香本身 闻香可以禅定 那么这个禅定呢 可以帮我们养我们的身体 养我们的身体 生命体 也可以养我们的这个灵体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个图表来看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七重轮 那么这个是来讲 我们的七重轮 在我们身上的七个部位 从我们的海底轮 慢慢往深深到这边 叫做顶轮 七个部位 那么每个七轮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 那么这个图呢 老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本身呢 就是我们的七重轮 本身呢 会影响我们的五脏六腑 例如说 如果我们的海底轮 海底轮是在这边 海底轮是在这里 那么如果海底轮不好的话 会影响我们什么呢 就是便秘的问题 便秘的问题 跟排毒系统不好 那么这个老师呢 会深一步的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呢 就代表我们的生命体 就是七轮 非常的重要 好 那么我们来讲 我们身上 身上有一个光环 这个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的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颜色 那么 古人又讲过一句话 这个人 很高的修行的道士也好 或者是 佛教的大师也好 或者是 哪一个灵修的大师都好 或者瑜伽师都好 他们如果修到有这个天眼通的话 他们看这个人 就知道这个人 有没有累积很多的功德 这个人呢 是不是一个善人 还是一个恶人 这个是一个君子 还是一个小人 他们怎么能够分辨 这个人本身是好的 还是正能量的 还是负能量呢 全部是靠什么来看 是靠这个看我们身体的光环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呢 都有一个光环 都有不同的这个颜色 那么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七重轮 七重轮本身 跟身上的光环 就可以注定一个人的磁场 好不好 那么通过一个特别的一个仪器 通过一个特别的照相机 可以拍到我们手 我们手的这个光环 在这里 叶子也是有它的光环 单单一个钥匙 也是有它的光环 这代表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万物皆有神 古人讲万物皆有神 是指什么 不是说每个东西都有神在里面 是说这个神 万物皆有神的神 是指他的磁场 万物皆有他的磁场 不管是活生生的我们 活生生的叶子 活生生的植物 还是我们单单一把钥匙 都有它本身的磁场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讲到这个磁场呢 大家看到这个不同的这个光环 那么这也讲了什么 就讲了万物皆有神 我们家本身 如果你懂了这个磁场学 你就懂了怎么样的改变你家的风水 这个呢也是非常的厉害 那么呢 老师就给大家一个 忘记住所有的天下的妈妈 这个母亲节快乐 今天是母亲节 那么老师觉得很奇怪 每次要讲这堂课 像道德就会下雨 上两个礼拜天也下雨 今天也是差不多 今天也下了雨 刚刚才停 那么在一个家本身 也是有它的磁场 在你的办公室里面 也是有它的磁场 在你的店面 也有它的磁场 那么有一句话 讲的是什么 人找福地居 天找福人居福地 它的意思是什么 讲 人要找一个好风水 去住的话 难不难 是非常难的 不由得我们去学 那么天来找我们 来住一个好的风水 的地方是指什么 只要我们的磁场养好养足 例如说我们的磁场 打分数的话 是打八十分 我们的磁场有八十分的话 会自然而然 会住在八十分的风水 例如说 你住在这个家是六十分 可是因为你的心态好 你的意念好 你的口德也好 你的磁场慢慢变成八十分 那么你突然之间 会装修你的家 为什么你会 母丁丁无缘无故会装修你的家 是因为你的磁场已经到达八十分 所以你的家的风水的磁场 也一定会跟着你的磁场的分数 而一起去相应 这个是一定的 那么另外一个讲法 如果你住在好的风水的地方 你所说的不好 你所想的不好 心态也不好的话 你从八十分的心态会掉到四十分 突然之间 你家的风水莫名其妙的 你买一个东西来摆 可是这个东西是破财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呢 会把你家的风水也给破了 它会从八十分掉到四十分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是因为我们本身的光环 我们本身的磁场 跟周围一定是符合的 一定是相应的 老师讲过 个体 环境 天地 所有的不是不一的 全部是什么 连贯性的一个大体 融合体 所以如果大家要你的办公室 你的生意要很好 那么呢 第一个 你的心态要一定要很好 这个心态怎么调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例如说在这个家 如果你对你的家 例如说肮脏就肮脏 你去打扫 那么你不用心的去布置你的家的话 就代表我们的心 跟你的家的这个磁场 是不相应的 所以你要忘这个风水 是非常难的 所以如果例如说 风水是你也找不到 老师也不在 还是怎么样的话 自己最重要是自己来调自己的风水 怎么调你自己的风水 第一个 你要对你的家要充满爱心 要感恩我们所住这个家 守护着我们所有的家人 健健康康 生意兴隆或者事业顺利 第一个呢 我们所住这个家 你一定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你有感恩的心的话 像我们有感恩的心的话 会对这个所谓的物质上的这个光环 会相通 这个会相通 那么相通的时候呢 渐渐的我们这个物质 我们的环境呢 就会跟我们相应 例如说你是开个店面的 你每次开门的时候 在你的店里面 你什么都不用做 像我们香道的 我们先点一炉香 先点一炉香 然后这个 我们闻了这个香气的时候 我们就讲 这个香气来供养这个店面 感恩这个店面 给我怎么样 维持我的生活 维持我家人的生活 那么感恩这个店面的 这个所有的磁场 能够呢 带给我更多的顾客 带给我这个生意心 我很感恩你 如果你每天早上 一开门去你的店面的话 做如此的冥想 跟感恩的心的话 老师可以跟你讲 这个的话 我们身上的光环 跟我们的这个物质的 这个光环的话 会连接在一起 一连接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奇怪了 我的生意怎么样 天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就是因为我们心态 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古人会讲 万物皆有神 就是变成一个迷信 一个迷信是什么 很像我到了中国的乡村 哇 整个家都很像一个庙 怎么讲 门口也拜 门后也拜 厨房也拜 地主也拜 就是拜很多很多很多的神明 那么其实呢 古人的意思呢 是讲万物皆有神 这个拜拜那么多的呢 就是一个文化 文化来教育我们什么 教育我们不只是门口 还是什么什么 是有一个神在 是说 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沙发 椅子 桌子 地上 等等的 整个家具的话呢 都是有一个磁场 所以我们只要感恩就好 只要感恩 非常的感恩 像老师本身呢 很感恩老师住的这个家 所以老师很用心的 怎么装潢老师的家 很用爱心的照顾老师的这个家 所以呢 这个家呢 会带给老师的父母 我们也是讲 这个家的环境 带给老师的父母 长寿 带给我们一切都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正能量 非常的融洽 那么老师跟老师的家人 是很吵架的 同来都没有吵架的 因为老师少了一条神经 不会生气 所以很少吵架 所以老师的父母啊 等等啊 都非常的好 那么老师的这个爷爷 今年是101岁 101岁 那么也是非常的长寿的 为什么会这么长寿 有机会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现在呢 很详细的跟大家讲这个光环 那么还有呢 很多人说 老师你可以讲这个金钱上的 这个 它的运量是怎么样 这个钱本身的能量又是什么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老师看哪一堂课 老师可以开始讲这个金钱上的这个磁场 那么呢 我们很感恩是什么 现在的科学家 现在的科学家 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像这个帅哥 本身呢 本身呢就有蓝色的这个光环 像现在新加坡隔离没办法 不过中国已经开放了 可以找零零啊 去我们的比一轩的这个香道馆 去我们给免费的服务 是给大家量这个磁场的 那么这个磁场是怎么量的 这个很科学话 你只要把你的手放在这个仪器这里 手放在仪器这里 那么对着这个摄像头 就可以马上呢 把我们的磁场 我们光环给拍出来 非常的这个重要 那么每个人都有不同颜色的这个光环 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这个光环呢 有好几种颜色 有好几种颜色 那么例如呢 这个拍出来你本身的光环 是红色的话 这个代表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 红色的光环 红色的光环就代表 这个人非常有这个动力 非常有这个动感 那么非常的有这个实行力的一个人 那么呢 在中国有很多的那个课程 是教大家怎么去选好的员工 如何把不同的人才放在不同的岗位 就填了很多的这个问答题嘛 可是这个问答题 这个这个员工也可以骗的啦 也可以做骗的 可是如果你用这个仪器来造的话 绝对骗不了任何人 是不用开口的 你单单看这个光环 你就知道 不同颜色的光环的人 把它放在不同工作的岗位 它就会发挥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发挥的非常的优秀 所以这个呢是非常的直观的 也不用去问一大堆的问答题 例如说 在中国或者来我们新交比喻宣都可以 公司 例如说你帮我的员工100个人全部扫描 归纳他们是什么颜色 再归纳去什么工作 这也是非常的OK 那么呢 这个红色的这个光环是代表什么 就是行动力非常的强 如果拍出来你本身是紫色的 紫黄色的 这个不是啊 这个橘色 橘色 橘黄色的橘色的呢 就代表你这个工作呢 很适合人与人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工作 例如说 你是地产经济保员 或者是做保险的 如果你才有这个红色跟橙色的人呢 或橘色的人呢 是非常适合的 如果你拍到你的光环 是红色或者是橙或者是黄色的 橘色的人呢 你应该去做什么行业 你应该是套口吃饭 你应该是做这个营销的 做这个市场调查的 你这个会做得非常非常的出色 所以从这个光环呢 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品性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如果呢 它是接近这个紫色的 这个蓝色的呢 可以做的工作呢 就是做这个会计啊 做幕后的工作 对它来讲也是非常的好 如果你的光环拍出来是紫色白色的话 就代表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第六感非常的灵 代表你是个灵觉 是非常高的人 灵觉非常高的人呢 老师就给你一个好的建议 你灵觉高的人呢 你觉得这个事业都不能做 你要定下心来 用你的心去感觉 这个感觉好不好 如果这个感觉好的话呢 你是可以做 如果感觉不好的话 你就不要去做 这个呢 就是本身讲了身上的这个光环 非常的重要 从这个光环里面 这个都可以拍出来 我们身上有不同颜色的这个光环 那么这个光环本身还可以拍到什么 还可以拍到我们的七重轮 在这边 那么讲到这个七重轮的这个文化 是来自什么国家的呢 大家晓得吗 来自多久的这个文化 那么这个文化来自印度 来自印度 差不多有五千多年 不过真的要考察是考察不出来 不过按照根据是 大概是五千多年的历史 就是代表这个七重轮 那么在凡语来讲 在他的这个凡语的这个称号 叫做Chakra Seven Chakra Chakra的意思呢 就是轮 Chakra代表轮 所以呢 Seven就是七嘛 Seven Chakra就是七重轮 我们人的本身呢 有七重轮 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然我们看这个七重轮 你会说 哎老师我看不懂 这个七重轮是什么 所以今天老师要教大家 如何看得懂 如何看得懂 我们身上的七重轮怎么样 要如何的去挑 而且呢 我老师跟中国 在中国在新加坡 所扫描的人已经千多人了 已经千多人了 所以老师的手上有千多人的这个案例 非常的准 那么现在在老师没办法到中国去嘛 所以我们的乡主林林在乡道馆 都一直在量这个磁场 那么根据林林我们的这个乡主觉得太厉害了 这个仪器 那么讲的呢 也是百发百中 绝对是百发百中的 为什么 单单看这个轮 就知道这个人出了什么毛病 很多人讲怎么样 去 老师啊 我用很多方法要改自己的运气 要改自己的命 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起色 为什么 那么老师很简单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们本身一定不要迷信 一定有智慧的自信 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一定要对症下药 立竿见义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七重轮就是一个立竿见义 对症下药 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媒体 一个管道 让我们直接很直观的看到我们的问题 然后呢 对症下药 这个是非常的快速 所以我们很多很多成功的立案 以后才给大家看这个七重轮的成功这个立案 那么给大家解释一下 最下面的这个轮叫做海底轮 待会儿老师也会讲 这个叫做海底轮 那么这个海底轮 这个叫第二个轮 叫叫富轮 奇轮 新轮 猴轮 美心轮 跟顶轮 这个七个轮呢 都照顾了我们的五脏六腑 跟我们的情绪 那么单单看这个轮 老师还可以跟你们讲什么 这个人能不能赚钱 现在呢 他是处于穷苦的呢 还是富有的命 点时能够沉浸的磁场是什么 大家想知道就留意 听我老师的课 什么叫做点时沉浸的磁场 什么叫做 动什么就倒霉什么的磁场 老师很喜欢讲的 养鸡也会变小鸟 不会飞的给你 双手一养就会飞 种花 种什么都能够种得非常茂盛的 又是什么样的磁场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我老师会跟大家 深一步的解释一下 那么除了光环 除了七轮 还要看什么 还得看我们的这个图很重要 这个图是讲我们的这个 这个叫做阴阳平衡或者气脉 气血通畅的一个轮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通过这个轮呢 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血气 我们的气脉到底是顺不顺 那么另外一个呢 要知道我们的能量强 强不强 这看这里 这里这里 这个是看能量场 那么一个健康的人呢 都是会在400到800之间 如果少过400的话 就能量场就比较弱 这个就会比较弱 所以等这个隔离过后呢 新加坡的学员们 观众们 你要带你家人来看 都可以 老师非常的欢迎 那么我们会帮你量这个磁场 就跟你们讲 哪里出了这个问题 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个呢 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图 这个图是什么 我们的光环的大小 我们的光环的这个大小 那么我们的光环的大小呢 从0到100 从0到100 一个普通人的这个分数呢 是在这个40分 普通人的是在40分 那么呢 如果你活得非常的安逸 没有什么 让你拼活的 这个环境的话 一般的人都是在40分 很安逾现状的磁场 都是在40分 如果你是非常奋斗的一个人 每次都很积极的一个人 你会从40分跳到50 60 70 80 90 甚至100分的这个磁场的这个光环 那么一般的明星 一般的明星 很出名的明星呢 都会在100分 90 80 到100分 为什么 因为每天他们的工作量 动作是非常非常的庞大 很多的摄像机啊 找他们的访问啊等等啊 生活的这个因素的话 所以他们的这个能量场呢 就会比较高 一般的呢 很奇怪 在新加坡老师测的学员们呢 的磁场呢 都在40到60分 那么在中国所测的磁场呢 都是60到80 90分 哦 这代表什么 就代表 在中国 人民呢 奋斗力呢 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哦 大家的学习呢 奋斗力非常的强 那么在新加坡的学员呢 都是在安逸的生活当中 所以呢我们也要再接再厉啊 也要奋斗 也要奋斗 也要加强这一点 所以呢 这个呢 是看我们的光环有多大 你的影响力有多大 那么再来讲呢 这个呢 就七重轮的这个磁场的能量 一定要到50 40到60之间 才代表健康的这个水平 哦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呢 我们就 啊 进一步的解释一下 这个七重轮 这个七轮 那么这个七轮这里面呢 每一个轮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老师讲过了 没有一个轮是独存的 个体的 所有这个七重轮呢 都是联合在一起 才产生了我们整个大磁场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啊 大家都可以做笔记 都可以做笔记 这 这个123567 这个新轮是为中间 新轮是为中间 新轮以下的 新轮以下的 我们叫做下三轮 这个叫做下三轮 这个是非常的好的 那么这个下三轮 是管什么 是做什么的呢 下三轮是管我们的行动 跟我们的事业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大家要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要赚钱 要成功 要一方风顺 这个做什么 点识能够成精的 一部分呢 都在这个下三轮 非常非常的重要 老师待会再讲 那么呢 上面这个呢 喉轮 就是喉轮 喉轮 眉心轮跟顶轮 这叫什么 这叫做上三轮 上三轮 那么这个上三轮呢 是管什么的 上三轮呢 是管我们的思考跟灵性方面 这个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一般的人 例如说 这个人 你是顾着赚钱的 拼命的人 可是不重于他本身的灵修 跟平静的话呢 他这个下三轮会好 可是他上三轮肯定是不好 这下三轮肯定会大 上三轮肯定会小 如果这个人呢 是修佛的 一直在禅定的 就是只注重在禅修方面的 不管他的事业的话 他的轮就会显示什么 这三个轮就会开始大 这三个轮就会开始小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非常的不平均 不平均 那么如果大家有些是佛教徒的话 佛教里面有一个用词 叫做入世跟初世 入世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凡夫俗子的七财子路受 这个入世呢 就是在下面 那么佛陀讲的初世 就是不管人间的 只管自己的修行的话 叫做初世间的 这三个轮就是代表初世间的 所以这个初世间跟再入世间的呢 老师觉得都要非常的平衡 才是对我们的身心灵才是非常非常的健康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再来讲 下三轮除了事业跟这个行动以外 它也代表我们的资良 也代表我们的钱财 上面的呢代表我们的智慧 也代表我们的这个悟性 那么有些人说我很开悟啊 我的智慧很高啊 讲了一大堆 可是一侧 他的磁场的话 这个轮非常的小 就代表他这个人是往说偏话 如果一个人有智慧的话 这个轮是非常的远 非常的漂亮的 所以这个呢 是骗不了人的 知道你的智慧有多高 你的悟性有多高 就看这个 要看你有没有切菜 你做事顺不顺 就要看我们的下三轮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呢 给大家跟这个 看一下 这个下三轮是管我们的资良 跟我们的钱财 那么我们的上三轮呢 是管什么 是管我们的智慧 跟这个悟性 所以呢 这两个呢 一定要连贯在一起 一定要在一起 他的气要在一起 那么下三轮的气 是从海底轮上到负轮上到旗轮 是从这里是慢慢上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上面的三轮的气 是怎么样的运行 上面的气的运行是下降的 是从我们顶轮的气 到美心轮的气 到喉轮的气 往下降的 所以一个气是往上 一个气是往下 他们就会交合在一点 交合在哪里呢 交合在我们的心轮 所以在古印度的话 他们的这个 画这个曼陀罗 他们画什么 大家看这个图 有一个三角形是往上的 有一个三角形是往下的 这个六星 这个星星啊 会合在我们的这个心轮 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的理论就是下三轮的气往上 上下三轮的气往下 会合在我们的这个心轮 就形成这个六角形了 他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心轮非常非常的重要 他是下轮跟上轮的会合点 就在我们的心轮 那么这个呢 在密教 如果大家有修密教的话 就知道 观想什么啊 种子啊 都在心轮 那么他的理论 他的科学 是为什么是心轮 不是别的轮 是因为心轮 唯一这个轮 是下三轮跟上三轮的交界之处 也就是会合点 就在这个新闻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家记住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发问 那么呢 我们出错在哪里 我们身体不好 我们的事也不顺 我们的爱情也不顺 如果碰到这种不顺的话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很多 你可以问很多很多的人 很多的人都有很多的方法 那么呢 有没有最快速的方法 最直接的方法 老师觉得 最快速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调我们的职场 就是调我们的七轮 是最快速的 只要调好 一切不顺呢 也会变成顺 这个一切顺的呢 也会加强 这个是非常的厉害的 好 那么呢 我们来看 如果七轮不调的话 我们呢 会有什么状况 第一个 我们呢 心想事不成 很多人就说 老师 我祈求啦 我求愿望啊 我所做的呢 为什么我的愿望 不会达成 别人的心愿会很快的达成 是因为你的七重轮出了问题 七重轮出了问题 所以呢 你心想事就不成 第二个呢 你烦恼连连 很多烦恼 第三个呢 没有行动力 这个呢 很多人都有 老师的经验啊 测这个磁场啊 很多人是没有这个行动力的 什么叫做没有行动力 有想法 没有动作 只有想 没有去实行的 没有行动力的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是因为七轮也不调 七轮不调 也很麻烦 赚不了钱的 再来呢 很多人也没有安全感的 很多人呢 表面看都很好 可是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因为七轮也不调 再来讲呢 很有负能量 想的都是坏的 没有想好的 再来呢 身心不调 心跟身都不调 如果呢 如果有谁 已经有这几个反应 或者几个 这个老师说中了 这个点的话 你就知道 你本身的七轮 是不是很调 所以你才有这种 种种的麻烦 有种种的这个麻烦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来注重一下 讲这个海底轮 因为这个海底轮 是超级重要的 老师知道这个人 有没有自杀的现象 老师也会知道 这个人有没有忧郁的现象 老师也会知道 这个人 活的价值到底有没有 还是他一天一天的 如僵尸走肉 这样子的过活 或者这个人呢 对自己没有自信心的 永远是什么 这个我们叫做什么 永远是按照自己的 这个步伐 这个步伐 你的步伐 走路的步伐呢 是非常非常的缓慢 原地大步 我们叫做原地大步的 这个人 有很多这类型的人 老师觉得蛮恐怖的 为什么老师就知道 有这一类的人 因为你的这个海底轮 非常的小 你的海底轮非常的小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人是没有活力的 这个人呢 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 这个人会有自杀的现象 那么这个人也会很容易 堕如于什么 忧郁者 这个是讲这个心理情绪方面的 那么 讲这个海底轮呢 讲到这里呢 老师要讲 海底轮是管什么 第一个呢 海底轮是管生命的根源 你的生命力有没有全部是靠海底轮 这个能量场来支撑着我们 第二个呢 是祖先的力量 从这个海底轮很奇怪 可以看到你的祖先好不好 那么呢 也可以看得到你的祖先安不安稳 是看哪里 看这个祖先的这个力量 祖先的这个力量 这个有点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老师给大家讲一个 真实的案例 在中国有一个学员给老师测这个磁场 那么有一个状况好奇怪 他这个海底轮 不单是小 而且是发黑 发黑色 我就觉得不行了 我就告诉他 你的祖先肯定出大问题 他说不可能吧 我说可能 因为你的海底轮不但小 而且是发黑 你祖先肯定出大问题 那么呢 他就测完磁场之后 就回去打电话给老家 去查他的祖先的坟墓 然后呢 他的老家的家人呢 就跟他讲 哇 你知道吗 我们的祖先的坟墓的那一座山 已经给挖了半个山都给他挖掉了 所以会影响到他们的祖先的祖类 所以他就隔了三天就再找老师 他说老师你太厉害了 当然看这个轮里就知道我的祖先出了问题 我说当然知道 因为你的海底轮出了问题 又小又发黑了 那么他说老师你太厉害了 因为为什么 我打电话到老家 老家说我们的这个祖先所买的这个坟墓的这个山的 差不多一半都给他挖掉了 所以老师有什么方法 那么老师说一定要签坟 叫他们找一个好的风水的去签坟一下 所以这个呢是很真实的一个案例 非常的奇怪 所以等到这个疫情过后啊 等到这个隔离过后呢 你们想看你们的跟祖先的这个脉 祖先有没有给你们力量 或者祖先安不安稳 这个是其中一个轮一定要看的 如果你祖先是做很多功德的 我们叫做有祖德的 有祖德的这个祖先们的后代 他的这个海底轮都是非常的好 这个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这个海底轮就非常的明亮 这个是以这个祖先的力量跟生命的根源来断定的 这个 那么海底轮的本身讲 这个人有没有自信心 海底轮很小的人呢 这个人是没有信心的 这个也看得出来 那么再来讲呢 他有没有安全感 他有没有安全感 再来讲呢 他的排毒系统好不好 那么如果讲到这个身体方面的这个症状的话 如果海底轮很小的话 有多小 老师给大家看 如果每个轮应该是这个大的话 这个海底轮这样的话 就是代表这个海底轮是非常的小 这个海底轮呢 是非常的小的话呢 又代表什么 这个孩子 如果你带你的孩子来的话 你给孩子去扫描 孩子的这个很小的话 就代表你孩子对他自己本身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我们用什么语言来跟他讲 你不可以说你笨还是怎么样 你一定要用鼓励的话来跟你的小孩子 用鼓励的话来做沟通的语言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海底轮小 也代表他对生命的价值观没那么强 对生命的价值观也没那么强 是这个非常的重要 安全感也没有 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变成差不多黑色了 差不多 差不多这个黑色的话 就代表祖先绝对是不行的 祖先不行要怎么办呢 如果你按照 你是佛教徒呢 一定要做超度 如果你是天主教弟子 基督教的话 祈求生命的护佑跟保护 如果有相信祖先的力量会影响我们的话 就是这个轮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记得疫情过后来讲一下 来查查看我们本身的这个根源 好不好 那么如果海底轮失调的话 很小或者发黑的话 或者很散乱的话 会有什么状况 就像这个人的表情这样子 像这个人的表情的这个样子 会有什么状况 第一个呢 没有安全感 老实讲的 第二个呢 没有生命力 第三个呢 对未来毫无头绪的一个人 他不知道要做什么 站在十字路口上的 这个人是站在十字路口上的 你问他 你五年后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说他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一个人呢 无头绪的人 海底轮 非常的像 再来呢 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 再来呢 有皮肤病 失诊的 一般的皮肤病 失诊的呢 海底轮呢 海底轮呢 会也会比较强 为什么呢 海底轮专门管的是什么 排毒系统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的皮肤会有失诊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身体上的毒排不出来 所以他就排毒 所以他就排毒通过皮肤来排毒 第二个呢 他的身上的湿气非常的重 湿气非常的重的话呢 他本身有湿气 有毒素的话 就会在身上排出来 皮肤上排出来 那个就叫做湿疹 湿疹 所以湿疹本身呢 你的海底轮一调好的话 你的湿疹也就会好 很奇怪的 这个 再来呢 排毒系统不好的 老师也讲了 再来心中有潜在的不满 OK 例如说 这个人的这个海底轮非常的小 就是代表他从小的时候 所累积心中的不满 还没有解决 他的海底轮就非常非常的小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呢 海底轮小的话 也代表什么 他跟他的父母关系也不好 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呢 如果海底轮小的话 他跟父母的感情不好的话 因为他有潜在的不满的话 所以造成呢 他的海底轮呢 也非常的小 再来呢 对生活没有这个激情 非常的平淡的一个人 那么看不到周围的美 他也看不到周围的美 也不会欣赏 也不会说很感恩的一个心 说哇 这个世界上是这么美 那么我本身也很 也很美 我的心态也很美 很少有这个 这种的心态 为什么 因为他的海底轮 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所以 老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轮 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个七轮呢 是非常的散乱的 这个水是不 不调也是不平衡的 这个七重轮 所以那磁场肯定是不好 可不可以调到怎么样 你看到这个 可以把它调成这个样子 这个是实在是太夸张了 这个实在是太夸张了 你看他的轮 差不多都是圆圆满满 有没有看到 差不多是圆圆满满 有没有看到 都是 就是一样的这个size 就是他的那个大小 都是一样平均的 你看 这个就是很成功的红色 这个红色的圆的 富轮也不错 其轮 心轮 喉轮 眉心轮 跟顶轮 这个轮 七轮呢 可不可以 我们可不可以 从这个轮 调到这个轮 绝对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老师学员的照片 这个是真实的真理的案例 可以从还没有用香之前的磁场 跟用香之后 香料我们的香道之后的磁场 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到达这个样子的话呢 当然还要配合你的光环 还要配合很多东西 能够到达这个七轮的平衡 已经是不得了跟了不得了 所以呢 老师觉得不要浪费十年 人生没有多少个十年 如果你真的不懂从何如何下手 来改变你的生活 改变你的磁场 改变你命运的话 不用想 在中国马上实行 去香道馆 去量磁场 这个是你给你的最爱的 最亲的人 最好的礼物了 老师觉得是这样子 那么新加坡要隔离一下 希望六月过后 如果慢慢的慢慢的开放的话呢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香道馆 来量我们的这个七重轮 把大家变成怎么样 非常的圆圆满满的 这个呢就非常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厉害 那么再来讲呢 如何调 这个很多人就问了 老师讲了这么多 我要调我的海底轮 如果没有这个扫描磁场 可不可以调 可以调 怎么调法 以我们的这个香道的方法呢 我们有一款香 叫做海底轮香 这个海底轮香 这个香是超级厉害的古方 老师合了这个 基石讲真的 这个七重轮的香方 老师合得非常的辛苦 因为它是超级难合的一个香方 合到老师菜也要放弃 刚还好还好 老师意志力蛮强的 一只盒一只盒没有放弃到 才合出这个海底轮的香 那么呢 目前呢 刚刚这个海底轮的香 在中国慢慢的 有给学员们用 新加坡也 刚刚才合好 不久前 那么新加坡的学员 也是有来用这个海底轮香 他们觉得太神奇了 他说林老师 我用了海底轮香 马上见到效果 马上见到效果 立竿见你的效果 这个是太夸张 为什么 因为你闻了海底轮香 他直接怎么样 会刺激我们的这个海底轮 那么今天老师 跟大家讲一个秘密 为什么老师 在跟林林他们也讲 跟新加坡的学员讲了一句话 海底轮香是用来闻的 那么海底轮是在哪里 是在我们的身体的阴道的中间的这个部位 就是脊椎骨的最下面那个尾端 那边就是海底轮 海底轮 那个海底轮本身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重要点 刚才老师讲了 那么这个海底轮 很多人问老师 难道是用香粉来涂这个海 下面这个海底轮的部位吗 老师说不是的 怎么样能够通到这个海底轮 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秘密 那么今天老师跟大家讲 鼻子 闻的一切的鼻子 鼻子呢 是直接通海底轮 所以为什么香道这么重要 老师每次强调这一点 很多人都不晓得我们的香道的这个厉害之处 香道为什么可以立马可以改变一个人 其中一个秘密是因为 我们闻香的时候 一碰到鼻子这个香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它会 其中一个管道呢 它是从鼻子往上伸到脑海 脑海呢 是往我们的这个脊椎骨的这里呢 往下 往下到哪里 下到我们的海底 这个海底轮原本很小的 那么它一支闻香 闻香一闻上去的话 这个香的药用 从鼻子贯穿到我们的脑 那么再来下降到这个脊椎 下到我们脊椎的那个尾端 动到我们的海底轮 原本是很小的 因为它一支闻香 有这个疗效 这个海底轮慢慢的就变大跟变凉 这个呢 是在香道里面呢 是一个最绝的一个方法 是最坏的一个方法 是为什么 一闻香就直接通到我们的这个海底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很多妈妈说 老师 我的孩子可不可以闻这个海底轮香 我说一定要闻啊 为什么 从小 你就把这个 你的孩子的海底轮巩固 又明又亮的话 这个孩子长大绝对是一个君子 绝对是一个君子 绝对是一个人才 做事情信心满满的一个人 非常的厉害 所以在七重轮里面 哪一个轮要先调 老师觉得 老师的案例 老师的经验 海底轮一定要先调 因为它是我们本身生命的根源 所以这个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呢 这个海底轮一调好的话 像这个小孩 你看 充满了自信心 这个小孩 老师用这照片 我觉得这个反应的非常好 一个小孩充满了自信心的话呢 是代表什么 我们人本身充满自信心的话 是代表什么 就代表我们的海底轮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所以呢 这个呢 大家要这个了解一下 哇 这么快 差不多一个钟头了 老师还以为才讲十几秒钟 那么第二个呢 老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妇伦了 妇伦 那么妇伦呢 就是在哪里呢 在肚脐四子以下的这里 叫做妇伦 肚脐四子这里 叫做妇伦 那么在中国呢 很多人叫做丹田的部位 丹田的部位 也就是妇伦 也就是妇伦 那么这个妇伦是专门是做什么的呢 这个妇伦是专门管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创造力 我们的创造力 我们的肾脏的功能 我们的本身的力量 女孩子呢 是管我们的子宫 也管生育的 例如说 有一些女性学员 她说我很难怀孕 怀不了运 是为什么 你的妇伦 非常的弱 一看就知道 那么一般洗肾的人 一般洗肾 肾脏很不咸的人 这个妇伦是非常的薄弱 非常的薄弱 是在这个 那么你要看这个人呢 艺术天分有没有创造能力强不强 有没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情绪 你就一定要看这个妇伦了 如果妇伦很小又变色的话 这叫情绪不稳定 情绪很不稳定 如果海底伦又小 妇伦又小 这个人肯定是什么样的人 肯定是忧郁症的一个人 为什么 情绪又不稳定 又没有生命的这个价值观 这样子的话 这两个轮小的话 会导致她自杀的现象 自杀的观念 很负能量的 就会变成什么样 就会变成自闭症 就会变成自闭症 这个两个轮小就会变成这个自闭症 所以非常的不可以的 那么妇伦小的妇伦不条的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是怎么样呢 缺乏创造力 没有创造力的 再来她没有力气的 什么叫做没有力气 叫她读书又不肯读 叫她做工又很懒散 懒懒散散就对了 懒懒散散的人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再来无精打采 无精打采 再来气血不顺 气血不顺 再来情绪不稳 再来肾脏功能不好 那么再来意志力非常的差 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半途而废 如果这个人你发觉你的孩子 做事情半途而废的话 就是代表他的富人非常的糟糕 像很懒惰的人 没有积极性的人 半途而废的人 你讲再好的话的劝言 你说这个人能不能改 改不了 记得 你要改变一个人很难 要他自己能够改 怎么样 不用花很多的口水 让他自动改 就是闻香 好奇怪的一个疗法 不过是非常的管用 非常管用 那么生存力很弱 再来的子宫功能 非常弱 例如说月经不调 或者没来月经 这个来月事的时候肚子很痛 或者是没办法受孕的人 都是腹轮非常的差 腹轮非常的差 再来呢 如何调腹轮 我们可以闻跟图 就是用我们的腹轮的这个相方 那么老师交代是怎么用 如果你要子宫好 或者你要受孕的话 那么呢 你就用这个香粉 用这个香粉 你可以放在中指 放在手指 顺时间涂这个腹部 涂九次 那么呢 往上睡觉的时候 或者半工的时候 你可以闻 可以点来闻这个腹轮的香 所以你又闻又涂的话 慢慢一步一步的话 你的肾脏会好 肾脏弱的人 或洗肾的人 可以用这个方法 第二个呢 精子 男孩子的精子冷 没办法受孕 让你的太太受孕的话 用这个方法 女孩子的子宫寒冷 月经不调 也用这个方法 如果要我们的肾脏好 用这个方法 要情绪稳定 也用这个方法 要创造能力强 也用这个方法 你看单单一个 腹轮的 这个作用度 非常非常的大 海底轮的作用 也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呢 腹轮一好的脸 光彩会怎么样 就像这个帅哥 笑口常开 为什么 因为他的海底轮又好 腹轮又好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呢 海底轮和腹轮 调好够不够 像例如我们调了 海底轮 调了腹轮 可是碰到什么 我们的旗轮开始小 够不够 不够的 这两个轮好是不够的 因为下三轮有三个轮 海底轮 腹轮跟旗轮 那么旗轮是管什么的 旗轮小就是没有实行力 环境没有给你发挥的机会 那么老师 一看到这个人 虽然这两个都非常的好 道路奇轮很小的话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他赚不到钱 这个英雄飞 怎么没有用母子弟 有一句话是这么讲 是怎么讲 这个人才没有给人家发现 或者讲这个巨龙不在大海 是在小小的勾曲里面 或者讲这个充满天才的这个人 没有碰到好的机缘给他发挥 这个就代表奇轮 那么因为今天没有办法讲到这么多 没讲到这么多 老师今天跟大家分享 海底轮跟富轮 海底轮跟富轮 那么两个礼拜后 老师继续讲奇轮 然后再讲猴轮 慢慢再讲美心轮 最后老师在讲这个新轮 在讲这个新轮 所以今天大家都晓得 我们的轮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极为重要的人生当中 奇轮不顺的人 就是这个样子了 想赚钱没地方赚 在工作方面 老板又不发觉他 又不给他机会发挥 自己又本身实行力也不够 有想法没行动 都是这种麻烦 这种麻烦的事情 那么老师给大家看这个 这个星期 波兰的一个医生 发出一个信件 这个信件是讲什么呢 波兰的这个医生 就说我们疲倦的箱 是百分百的纯天然 而且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疗效的一个背书 非常强的一个背书 那么这个是感恩这个医生来支持我们比医生的产品 因为我全部都是天然草本 没有一点的化学 而且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有疗效 所以今天给大家亮相一下 给大家看我们的产品是百分百的纯天然 而且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而且非常有疗效 这个是医生本身出的信 我给大家看一个喜讯 一个喜讯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为了感恩所有的学员们 一直护持我们的乡 那么在中国 因为中国比新加坡隔离 上个月前两个月已经被隔离了 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医生 为了感恩大家 也打折打八折给大家用乡 一直用乡 那么新加坡现在隔离 那么很多学员说有很多人呢 没有这个月薪还是什么 所以老师觉得为了大家 能够赶快改变自己的磁场跟命运 所以我们医学呢 会给大家打八折 在新加坡会给大家打八折 那么这个呢 大家记住 这个就是我们八折的这个code 那么如果大家上网买的话 带上网买我们的这个香 香的话 从今天就一个星期打八折就一个星期 你打这个特别的密码的话 会自动的呢 给大家打八折的这个优惠 打八折的优惠 那么呢可以买到什么东西呢 或者请到什么东西 打八折呢 老师这回很大方了 很大方 从来没有过的 齐南本身也打八折 齐南粉成香都打八折 七轮香28聊天的我们的基础香 香造天然的拜拜的香 精油香造香炉 全部的这个呢 比喻圈的香道馆呢 通通是给大家打八折的 所以记住这个密码 这个密码 那么只有一个星期的期间 那么为了感恩大家 而且是在今天的母亲节 感恩所有天下母亲 给大家很好 很好的这个游会 那么原本是有这个问答 那么一个钟头已经是差不多了 一个 有些讲 担心儿子情绪不稳 还是怎么样子的话 如果孩子情绪不稳 老公太太情绪不稳的话 很简单 用七轮香 七轮香 那么可以用海底轮的先试 或者一次呢 请这个七轮香 那么七轮香是怎么用 就是说海底轮是哪来闻 副轮是哪来查在副轮 那么齐轮查在齐轮 心轮查在心轮 喉轮查在喉轮 心轮查在眉心轮 顶轮查在顶轮 这个是七重轮的一项的用法 如果大家请购这个香 不懂得怎么用 可以问我们的这个香道师 我们有很多的助教 都可以问他们怎么使用 这个七重轮的香 非常的重要 这个以后我老师再解释 除了七重轮 我们还有这个水晶床 很好的这个疗效 这个还正在做 那么最重要呢 是大家先把职场给养好 那么对自己的生命价值观 要非常的正 非常的有正能量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不要这个彷徨 也不要恐惧 只要大家能够联络上我们的网站 Facebook 你有什么问题 你询问 我们都尽量的能够帮大家 那么在中国的学员们呢 你可以找我们的灵灵 可以找我们的光院长 或找我们的志鹏 找阿敏 等等 这些 还有找Vicky 这些 我们的助教们 都非常的懂香的 他们大家都可以帮帮大家 如何把大家的身心灵 调得非常非常好 好 那么时间也到了 那么两个星期后 老师继续为大家分享 这个奇轮 这个奇轮 然后分享这个喉轮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么只要大家跟着我们的这个节目 全部的奇轮了解透的时候呢 我就恭喜大家了 大家就知道怎么调整这个磁场 能够让我们心想事成 谢谢大家咯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